那以交通部当时1月21号 我就发现说 来自于武汉的我们一个台商的女士 她一路近的时候 她就有这个稍有发烧的症状 还好她主动有提 所以我们当时在这个机场 我们就有分流 所以就走了动线 就不是一般的出境 马上那么把她这个 带到这个救护车 就到医院 那确认是确诊 这个事情让我认为说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 那当然当时整个政府内部 可能还是认为说 反正过年期间台商往返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这个大量的旅游团 我们要去的或路客团要来的 我们就展开了一系列 就是停团跟停飞的一个评估 那我就发现说1月22号 还有两个团要进来 如果我们没有在1月21号做出处置 在这一个春节前后有十个团 武汉团要进来 那如果加湖北团 加整个中国的这个路客团 那个是上数万人以上 事实上我们在得知之后 除了说停止这个武汉团 然后把提早这个 就是安排回去中国大陆以外 我们同时也把我们在台湾 要去中国旅游的这些团 不管出团 或者是要去接团的都停止 那我们也跟旅行社沟通 所有的这些损失 我们交通部会来这个补偿 那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看到说将近有一万人 当时还在台湾 所以如果你做最坏剧本的想定 除了武汉 湖北 甚至上已经扩充到 扩大到像是上海 尤其几个省后来 跟重要的这个城市也封了 对 杭州 这个宁波 温州 这个都是往来频繁多 那我们超前部署 就是要针对这些 可能来自的疫区 做好这个停团停飞 所以这是一个第一个关键 因为一旦这个数万人的路客团 在台湾跑跑 经过一个过年 他到各个景点 旅馆 还有这些什么温泉 那大概就失控了 我们后面防疫的能力再好 其实他已经拆开了 你事实上就回不去 其实现在的意大利的情况 就是他已经失去了 这个决战边境 那已经变成一个社区性的感染 所以那个破口一破以后 就补不起来了 没有错 每一个路径的人 尤其是来自于疫区 要填写 健康管理管理表 对 就是一开始叫做健康声明卡 然后后来就增加叫居家检疫通知书 然后让他必须填写拒解 甚至我们的国人版国 如果你是来自于武汉湖北 这一些封城的地方 那我们是管制的 你也不能回来 对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知道呢 你要他拒绝就负法律责任 对 那万一有一些人 因为觉得台湾安全 吃退烧药回来 对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还是自己的国家好了 对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必须透过他的路径 去把他的这个出路径 就是他移民署的资料 去对他的这个健保所在地 然后当然他的身份证相关的资料 所以这一对之后 其实是无所遁形 你不管绕到哪一个第三国或第三地 你一入境的时候 我们这些资料都已经整合 甚至我们透过 跟这个电信公司的合作 可以了解你的电话 曾经在哪里用过 漫游 所以你说你不是来自武汉 但是出现在武汉 你的很多通讯的资料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阻挡 避免大家因为恐慌 然后要赶回台湾 然后吃了退烧药